瘟总身家200亿 超人同宿有份益 我改于面对人民 面对历史 但不知道美国《纽约时报》 昨天投版单东西 瘟总又怎样面对呢 距离踢爆啊 瘟家宝家族身家 最少有209亿港元 她家人还是在她 做国家领导期间暴富 好像甚少露面的夫人张培莉一样 就被誉为中国的鑽石皇后 左右在内地出手的鑽石 都要经她管理的国营检验中心 批鑒定证书 而她和弟弟有份的宝石公司 99年上市 他们的股份就升值到6000多万人仔 而瘟总乖仔温云虫都不约 身为太子党的她 毕业回国之后 成立了三间科技公司 其中一间就以大约7750万港元 卖给李超人家族 而同宿郑玉同手下 就有份投资瘟家企业 周大福就可以在大陆插旗 还越开越多 几乎六成收入都是靠内地的 而温妈、温弟都拿不少着数 好像在沙士那时 弟弟温家宏就拿了政府 价值成2亿几港元的合同和补贴 负责处理污水和医疗垃圾 而04年 平安保险可以公开发行股票 温妈妈手上的股份 后来就升值到9亿几港元 维基解密还踢爆说 温总是知道家人掠水的事 只是无能为力 还想过和老婆离婚 但临近十八大 才爆单这样的东西出来 查过了爷爷一向的亲民屋 外交部就立刻回应说 事件是抹黑 还block了柳时的中英文网站 和相关舆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